嗨 大家好 我是团长蔡敏离 那今天呢 这个要跟大家讲的是 中信兄弟上半季的封网之路 那我们在这个专题呢 要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今天先在上级的部分呢 跟大家来谈到的是从他球团 球队内部的角度 来看爪爪怎么在上半季能够封网 当然在这边呢 也先来恭喜这个黄山军呢 能够在上半季可以说是绝对不能讲顺利封网 而是非常戏剧性 相当惊涛骇浪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达到这个第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那我在这边呢 谈这个中信兄弟的上半季的封网之路呢 内部的原因呢 上级的部分我先分成六大点 那其中第一点呢 当然是最为最为重要的就是 中信兄弟他在新的教练团的组成之后呢 他在今年新球季他的用人 事实上呢 他的合理性呢 比起过去两位的这个外籍教练来讲呢 事实上是高出了许多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他用人的一个合理性 那你说怎么证明他用人的合理性 其实很简单 这个网友 乡名 观众 球迷不是瞎子 几乎你在上半季很少看到网路上会有球迷网友去质疑说 为什么邱总用A不用B 用这个人不用那个人 很少这样质疑 也绝对很少看到有开玩笑说 这个是不是某某球员是他什么干儿子啊 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还是谁有这个哈林哥的裸照 很少 你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一个质疑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就证明他的用人呢 事实上至少对于外界来讲 其实看起来是合理性是相当的高 那当然我在这边也必须强调就是说 并不是否认过去史奈德跟柏娜两位外籍教练的功劳 他们绝对也有相关的贡献 也打下了一定的一个基础 也培育了一些这个后起之秀 这绝对都有 但是呢 这两位外籍教练 你不得不讲就是说 当然他们当时的时空环境也遇到了跟今年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个部分我就不赘述 但是他在用人方面 多多少少这些外籍教练感觉起来有点偏执 另外用法也比较僵化 那其中用法的部分 包括调度也好 包括作战也好 其实都有一点点比较死板 或者是你就大概猜得到他就要怎么走秀啦 等等这些 那另外有些时候你会发觉 这个选手不错 为什么始终不用 然后一直用某些人 过一阵子又不喜欢这个人 又不用了 那这是我想邱昌隆总教练跟伯纳史奈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细部来谈哈林哥这位总教练在今年呢 事实上他的几项不错的一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他都会给一些机会 而且是一个适量的机会 当然啦 你说过去有丰功伟业的主力选手 他给比较多的机会合不合理 基本上我认为是合理 那大家可能会谈到的就是像陈子豪的部分 但问题是他过去确实是有成绩 所以多给他一些机会 事实上是合理的 那其他选手他给的机会都相当的适量 那这一点来讲其实是非常恰当 第二个呢就是说很简单来讲 就是好用的就给他重用 不管他的年资年龄等等 那这一点当然也获得了教练团内部 像黄泰荣教练也有提到 就是说过往他们可能不是这样做 那今年很彻底就是完全排除什么资历 只要好用了就重用 那这一点确实很明显 譬如说江坤宇最好的一个例子 另外投手来讲 吴俊伟 蔡奇哲其实都很明显 就说一发觉他们好用就重用 而不会说那我还要再给老将机会 或者是按照过去的一个规划 那这一点来讲很明显 那这个也是过去桃园队的一个强项 就是为财适用 而不是管你什么年龄啊资历啊大牌等等 第三点就是哈林哥他在棒次也好 先发阵容 先发打线 甚至于投手的胜利方程式 他不会太磁板 原本球季前一定有一个如意算盘 但是发觉不对 该围一条就围一条 该大幅的调整 他其实都有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第四点呢 他相当不错的是 他很明显的他找到了一些选手的使用手册 就是说怎么用这个选手才会发挥的好 最明显的例子 许姬红 另外呢 蔡奇哲的角色 甚至于老将周董该怎么用 慢慢都有抓住这个妹妹嘎嘎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包拔秋总 包拔整个教练团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讲说用人的合理性也好 为财适用也好 其实都不可否认的就是 你也要第一个 有人可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也要有人可换 有人可试 现在很明显来讲 邦邦就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想要做一点改革 或者做一些尝试 但他面临到短期内 他没有人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取代 或者是尝试 那这一点来讲 当然是不是短时间之内 立刻能够解决 那这也是中信兄弟球团 包括选秀 这几年的选秀 另外农场也就是他们的二军 说实在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然后才能够在今年呢 事实上是有所一个收成 那这是第一大点就是用人的合理性 第二点呢 是今年你会发觉 中信兄弟的主力选手 除了一开始的大师兄之外 其他人很少有长时间的严重受伤 那这一点其实对于短期的比赛 对中化脂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比赛赛期不长 另外呢 选手不是那么多 好手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如果有好几个受伤 甚至一两个受伤可能就会影响 那这一点是今年黄山军呢 比较有利的地方 所以主力选手比较少受伤 也是他今年上半季能够夺冠的一个利多 第三个当然是上半季的热门话题 那也是过去中信兄弟的一个困扰 就是说 他今年是完完全全摆脱啊 就是说球队里面内部 不但没有怪声 没有怪声 没有声歌 而且只有 全队都是很有 这个很向心力一致的 为团队的利益在打拼 那这一点来讲 当然你必须讲是这么多年下来 包括他的母企业 包括他的球团 包括他的球队 这三者其实是找到了一个三赢的模式 那这个其实是要花点时间 那很明显的 这也是过去桃圆队的强项 那现在很明显的 邦邦也在 等于说是重新的在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 第四点 我要必须要谈的是 过去几年都是外籍总教练 其实很多的外籍教练 沟通起来其实是会有一些障碍 那今年以本土教练团为主 事实上很明显的 看起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一个状况 那第五点 今年你不得不 这也是球团的功劳 就是他的外籍选手 外籍阳头的布局比较早 也布的比较完整 包括你可能有人受伤了 表现不佳 他事实上另外一个就可以顶上来 那这一点来讲 是球团后勤支援一个非常大的功劳 那第六点 当然不可否认 在个人的方面 今年中兴兄弟上班级 有很多的惊喜跟惊奇 那其中当然最代表性人物 绝对是江坤宇 那另外投手来讲 有黄恩寺 蔡奇哲 胡俊伟 甚至于大家期待许久的许基红 在今年的上半季都搅出了让大家满意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我想中关用人的合理性 主力选手的受伤 没有怪深 本土教练团的一个良好沟通 阳头的及早布局 以及许多个别选手的惊喜跟惊奇 都是球团内部的原因呢 造成黄山军上半季能够夺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在下部下半部的部分 当然会再跟大家来谈 就是说一些外部的因素 这个比赛就是这样有内有外 不是只有你内部强就打得赢了 外部也有一些原因 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来创造了黄山军在上半季的一个 封王的一个利多 那另外在封王之后 接下来他的挑战 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将在下半部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 我是团长三明立 也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在下半部 中信兄弟的封王之路 再见